台湾和日本的青少年朋友拿着抹布和扫把 在古老传统狭小的台湾式房屋内 擦拭桌椅物品帮忙打扫 这是由国际福伦3490地区基隆东区福伦社主办 新北瑞芳福伦社协办 邀请来自日本属于基隆东区福伦社 日本姐妹社的八代男福伦社 办理的台日福哨团交流活动 希望让年轻一辈的福伦社友 能够依据福伦社服务社会的宗旨 实际体验下乡服务 国际福伦3490地区基隆东区社的社长 社友以及新北瑞芳福伦社成立的 新北瑞芳福哨团 还有横溢高中的福哨团的团员学生们 共同两国一起来这里做善事 加入福伦社加入福哨团的目的意义就是在做社区服务 就是在做善事做好事 今天来这里帮忙老人打扫家里的学生们 他们都很开心 我看他们都带着笑脸 因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是最开心的 然后一方面是想要让同学们 台湾跟那个日本的同学们 可以增加那种尊重长者 就是一个敬老的心态 他们来跟老奶奶打个招呼问孙好 对然后就是一方面也是协助 就是让他们从小有一种服务的心态敬老的心态 然后可以就是可以帮助长者做一些居家清洁的部分 日本でもこのような海外で奉仕活动を行うという例は 本当に少なくて もうみんなから注目をされています 日本现在这种国际的 对社会贡献的服务越来越多 然后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注目 今回はキイルン東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の皆様をはじめ いろいろな様々な人々に協力を受けて この活動が実現しました 生徒たちも本当に感謝しています 这一次拖了我们基隆 来基隆東富人社的帮助 才让我们这次的行动 这么圆满完成的进行成行 那也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基隆瑞房的 服哨团的学生们 谢谢 属于福人社体系下的服哨团 由12到18岁左右的青少年组成 而冒着杜苏涅台风带来的间歇性风雨 福人社依照既定行程 特地到七度区有类地区有二里 探氏93岁 長者苏章桓女士 由台日服哨团青少年协助打扫家里 也由福人社制正生活必需品 让阿嬷很开心 协助这个老奶奶打扫家里 让她有一个干净的一个居住环境 让老奶奶的生活能够更舒适一点 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可以一方面让台日双方了解台湾的建筑 也了解台湾的文化 同时也可以一起来照顾我们的长者 这是很好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以后长长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有二里社区 像这种长者有很多很多很多 希望包专于一辆 以后更加长长来办这个事情 遇上台风天间歇性风雨 台日双方服轮社以及服哨团成员 只能一起挤在阿嬷家旁边 原本就搭着棚子的休息地点进行交流 虽然语言不完全通 但是借由服务社会寄助弱势的 共同心愿和目标 反而更拉近彼此的距离 和台日服轮社有的向心力 互为人创造希望 二三二四 全力一步 一 三 三 三 大家在看一眼 哦 哦 哦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i cu 일 divers 吕子 失败 乎 我 appropriate 先 荣 我们 еф